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狄热班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 也是一位演技派 带来了一部大女主剧《安乐传》 再次挑战古装造型 得知男主角人选对该部作品的播放量让人放心了 随着各种高科技层出不穷 萨尔影视剧本中展现出来的特效让人眼花缭乱 无论拥有多么强的特效 最终需要演员把剧情呈现在大众眼前 挑选什么样的演员决定了作品 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成绩 咒众人追捧的演员很容易拿出一系列的数据 在大家的认识当中 迪丽热巴是一位有能力的演员 每次说起关于她的演技或者相貌 总能够让观众服服贴贴 认为相当了不起 竖起大拇指称赞 底细十足的好演员永远不缺话题 任何一个举动 任何一部作品 会带来层出不穷的话题 热巴是一位资源丰富的艺人 走到哪都能引起无数眼球的关注 再次给大家带来一部大女主戏安乐传 引起许多人的围观 也是再次挑战一部古装剧一位演员的能力 是通过日积月雷获得 在她成长的道路上付出了无数的汗水 也曾经历过不被认可 逐渐获得大家的关注 不要想象这些机遇是从天而降的 这是不现实的 他们都是通过努力 为自己争取 逐渐受到导演的赏识 迪莉尔巴称得上是一位有号召力的艺人 在她以往参与的一系列作品 收获的数据也是实大实大 有些作品开播之后 被认为火得一塌糊涂 创下了数十亿的播放量 这样的例子经常发生 她非常注重细节上的描述 一个眼神能够透露出许多戏份 与她合作的演员非常广泛 每个导演希望自己推出的作品能够征服广大观众 在挑选剧本时 或者挑选演员时 花费很大的精力 只有找准演员才能够让剧本变得更加精彩 有些人在剧本中的形象被认为给她量身定做 说明导演的眼光非常厉害 挑选了适合的演员 参与了合适的角色 说起《安乐传》的男主角是众人眼中非常优秀的龚俊 事业上的突破是相当快的 带来过许多让人回味无穷的剧本 一位演员足够优秀的时候 在她身上也会发生许多的改变 比如说合作的演员变得更加广泛 没有什么限制 被形容为导演的座上宾 资源好的不得了 说起当红花蛋迪利尔巴 自身优势相当明显 拥有抑郁风格的相貌 参与什么样的造型都是非常的贴身 好比仙女下凡 带来一部大女主戏被众多小伙伴看好 以她的能力包括她合作的伙伴 带来一部高质量作品 没有任何悬念 什么样的导演 什么样的演员 包括剧本的决定了一部作品 可以获得哪些喜人的数据 在众多人的认知当中 有底气的演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相当看好迪利尔巴 参演主演的《安乐传》 仅仅看到男主角人选让人放心 作品能够获得许多可喜的成绩 有能力创造出一部高质量的作品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优秀演员 比如说刘雨宁